坦白说,国民党的最后一招就是侯卢沛 最后一招,如果国民党还有胜选希望,他不会进行侯卢沛 但是,时势逼到最后,侯卢沛就是一张国民党的王牌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 张有华,谈到侯友宜,最近有五件事情 大家还是不解 我提出来,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第一个,侯友宜至元宵节以后,截至目前为止不见客 然后,行程安排的越来越少 所谓行程安排的越来越少,公开行程安排的越来越少 侯友宜之所以不见客 是因为提名在即,所谓提名在即 就是国民党制定的初选提名办法也要出台 这个时候,他不能表达任何的意见 所谓不能表达任何的意见呢 毕竟你办法没有出来以前 我怎么说都不对 那他不见客是有原因的 那过去侯友宜啊,他见客的地方藏在宫庙的附近啊 或者是造势场合的旁边啊等等 他会见客的,现在连他的老师他都不见 那主要的用意就是说如果有人劝他出来选 一旦传出去以后阿索伯伯斯蒂支持他 制造他的困扰 那或许也有人会说 哎呀,你就这次不要选 那你让给别人选等等这些 好,所以他不见客 不见客的氛围包含了朱立伦 包含了国台铭 包含了其他人 其他想要见他的都见不到 就是他绝对都在公开场合说话 他绝对私下不见客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 好,这也可以说是侯友宜的一个谨慎之处 那第二个 就是侯友宜私底下召集了马英九时代的安全团队的成员 况且见面已经不止一次 就是马英九时代的安全团队的成员 侯友宜已经陆陆续续在见面 见面他们谈的 那当然是国际情势 美台关系,两岸关系等 从这个角度看 他已经在做准备 那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侯友宜 现在已经在加强联系 所谓的国民党执政县市的县市场 就是中部区域共同治理 北部地区的共同治理的问题啊 等等啊 那些 这是第三个 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侯友宜在这些方面已经在做准备 那第四个 侯友宜也预料到 一旦新北市议会开议的话 新风雪雨 雪流成河 刀工剑雨 他也做好了准备 那第五个 他非但不见朱立伦 也不见郭台铭 也不接 郭台铭还有其他人的电话 包含柯文哲 就是说 我们已经看到了 三与欲来了 三与欲来 之前必然是一个宁静无声的环境 那侯友宜现在不见客 他主要的用意 就是避免引起大家的揣测 但是他还是公开亮相 那公开亮相 他永远讲的那几句话 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换句话说 那个不是他真正想要讲的 显然侯友宜 他在等待着三件事 朱立伦跟马英九见面之后 大选提名办法 应该会提前提前的提出来 快的话就在三月底 慢的话至少在四月中旬 以前应该会出来 因为毕竟赖清德三月十五号 已经登记参选 那民进党大概已经定义一尊 民众党是不必说 就是柯文哲从四月回来 从美国回来以后 他也要进入大选的阶段 那现在侯友宜就选在这个时间点 大概是五月 他可以做宣布 那第二个 就是大家对侯友宜的经济政策的质疑 还有很多政策的质疑 事实上 因为侯友宜已经在进行 这一方面的准备工作 至于准备的好与坏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已经在听取专家的意见 尤其是马英九时代的经济团队 或者是安全团队 他已经在陆陆续续一个一个越界 毕竟这个安全团队 或者是经济团队 或者军方团队 还有教育团队 这个都是在马英九执政时代 他留下的这些政务官 他也一个一个征询了 那第三个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环 他也趁这个时候 想要到中南部去走走 去走 去走透透 但是 我讲的是但是 但是这些行程不公开 就我所知 他到中部跟南部 走了已经不止一次 那其中一个他还是我的朋友 那侯友宜也请教过他的意见 就是换句话说 他们表面上是不谈大选 但是实质上谈的是某一些中南部的问题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侯友宜之所以不见客 就是怕人 怕别人有过多的联想 无论他参得参选 或者他要不要选 反正民进党目标就是锁定他 包含赖清德也好 新潮流也好 已经在准备霍霍魔刀 就是他们会比照当年 韩国处理韩国瑜的模式 一旦他宣布参选的话 从第一天他们就开始打负面文学 这个是侯友宜必须要注意到的 那从侯友宜的不见客 包含对于郭台铭的不见客 这个中间已经不是你选 我不选我选你不选的问题 而是说双方都要评估选举的胜算 坦白说国民党的最后一招就是侯卢配 最后一招如果国民党还有胜选希望 他不会进行侯卢配 但是十四逼到最后 侯卢配就是一张国民党的王牌 这也就是说侯友宜他不见客 但是他和会到中南部跑透透的原因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